對 那邊有那個大砲 我們有拍那個砲的照片 但是 這個 這個 砲的位置剛好在很奇怪的地方 就 不讓大家特別看了 不知道為什麼拍那個大砲 都是位置都很奇怪 後來看感覺又怪怪的 然後那天晚上 就去吃那個超級厲害的巧克力 麵條巧克力咖啡 那個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真的 厲害 這一定要給大家好好的介紹 讓大家 餓起來 餓起來 我先 把照片 縮小 這真的是當真厲害啊 你看 滿滿的巧克力醬 然後你們已經想說這是什麼 巧克力麵是不是 吃 吃巧克力麵啊 它不是 它下面那個是 巧克力鬆餅 呃 這個 不是叫巧克力醬 就是鬆餅 日式鬆餅 日式鬆餅 是那種軟的那種類型 然後它把它切成長條的 就 就是 像麵條一樣 但是它的那個 就是鬆餅 我覺得這個其實 是做得到的欸 台灣沒有看過 對啊 我覺得還滿可惜的 然後那時候 就是 就是 菜單很多 一堆巧克力的 就我 點到他們的 我覺得應該算是招牌之一 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 這真的是太獨特了 很猛 對 你不能想像是巧克力麵啦 因為麵有它的那種口感 就是鬆餅 就是鬆餅 你就想 比較應該去想 就是鬆餅 你把它 撕成片有沒有 然後再淋上 對 當然它那個 一長條的那個 是真的很長 對 日式鬆餅啊 就是日式鬆餅 配巧克力醬 簡單來說是這樣 對 然後這家店 它其實主要就是三種 三種巧克力醬 一種是比較 黑巧克力的 然後是牛奶巧克力 跟白巧克力 吃起來 其實 我覺得那樣的一個搭配 這一整盤 吃起來 是可以吃到最後 你不會說膩到 膩到不行 我覺得還OK 它其他的有一些比較膩 但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對阿 我覺得這應該台灣 應該也要有阿 怎麼會沒有 好不好 拋出idea了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因為日式鬆餅 台灣其實還蠻多的 蠻多有做到 那你就只是要 把它做好 然後再把它裁切成 一條一條 其實很強 對阿 我覺得這真的 超級好吃 有讓我驚豔 那再來就不得了 又是點到他們的招牌了 有沒有 先縮小 調一下 這家店就真的拍了一些 因為 看到巧克力 就覺得一定要 一定要來取金一下 這個就是 用盡 這家店所有的巧克力 有沒有 我剛剛說有三色 有沒有看到 白色的 跟剛剛的那種 咖啡色的 跟黑色的 就分別的是 我剛剛說的黑巧克力阿 然後 牛奶巧克力 跟白巧克力 這個其實 相對來說就 蠻甜的 然後也會比較膩 它是怎樣 它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點點小高度 對不對 它是一個 正方形的 一樣 正方形的日式 日式的那個鬆餅 也是軟的 但它鬆餅 我沒有拍那個切開來的 它是 一層鬆餅 然後 一層 巧克力的 黑巧克力的醬 然後再一層鬆餅 然後最後再淋上這滿滿的醬 所以吃起來 就真的是 很狂 很好吃 對不對 但是會甜阿 這真的會比較 比較膩一點 可是 美味 厲害 對不對 而且你看 它可以做得這麼的漂亮 Beautiful欸 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這家店我真的覺得 很猛 我們趕在它 快要關門之前 去到 嗯 還有還有還有 我們這個 每個人都點不同的 的那個巧克力料理 它那家店真的太多了 嗯 然後我點了兩個 剛好 我覺得都是他們 比較招牌 像這個是 忘了耶 好像是 忘了是誰點的 它其實就是 下面是那個啦 呃 布朗尼 熔煙巧克力 熔煙巧克力 那上面就是巧克力冰淇淋 這個我吃一口 我就不行了 這個太膩了 現在的我沒辦法 吃到太甜 因為它那個 下面的熔煙巧克力 就是真的很甜膩 嗯 超級甜膩 剛剛那兩道我反而還OK 這個就真的好甜膩喔 但是 很厲害 也是很好吃 對啊 厲害 好這家店就沒有榴槤了 好這家店 都是巧克力 各種巧克力 反而沒有巧克力以外了 呵呵呵呵 然後 媽媽他們是吃那個 那個巧克力火鍋 但那我就沒有特別拍 因為就跟 跟台灣蠻多店差不多 對阿 巧克力火鍋就 就是那樣 嗯 它那個巧克力火鍋很貴 我就覺得可惜了 嗯 我點這個厲害 對 然後這好像是 團團點的是 鬆餅 巧克力醬配鬆 鬆餅 這個就是比較 圓形的 然後比較扎實的那種鬆餅 對 這個我也覺得就 還 好 對阿 這個我比較還好 但是 也是好吃 因為 我說的還好 不是說它不好吃 就是 就是這種你在台灣 也可以找到類似的 可是剛剛我一開始給大家看 那兩張真的是 就是 前所未見 讓我為之正經 真的很溜 對 真的很漂亮 它這個都做得很漂亮 這家店真的很厲害 好 肚子餓是不是 沒辦法 我們都是巧克力 呵呵 拍了滿滿的巧克力 好不好 然後 那天晚上 就回家啦 回到那個 我們的 住的地方 馬馬有秀一手 好不好 因為我就一直在 一直在嘴它 呵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去 去他們的那個 大賣場 類似家樂福跟愛買 對 讓大家買一些東西 然後我想說 呵呵 雖然買一手我也不知道 然後 但是我就看著 看著媽媽這邊逛 我就跟媽媽 跟媽媽追起來 就叫她 都沒有吃到她的 她做的菜啊 就叫媽媽 秀一手 因為我們那個民宿 是可以做菜的 然後媽媽 就被擊倒了 然後我說好啊 來啊來啊來啊 然後原本就說不用啊 不用開個玩笑 結果她就是 就是 已經被擊倒了 然後她就做這個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 好吃好吃 好不好 還做那個 這個 材料都是我拿的啊 我就想說洋蔥啊 然後跟著豆子 我平常 很少吃 很少會在家裡煮甜豆 因為那很麻煩 就想說挑戰一下 喔 那媽做出來 好夾 好夾 糖醋 但不是排骨啦 是用雞肉 所以是糖醋里雞 呵呵 是雞肉 對好吃好吃 嗯這個不錯 好夾好夾 嗯 過來 比起那什麼 三分鐘泡麵 對不對 我們還是適合做這種大料理 好不好 花 花時間 慢工出細活的 嗯 大師級嗎 也沒有到大師級啦 就好吃 呵呵 呵呵呵 家 家鄉的味道 嗯 喝醬喝醬喝醬 然後 後來 我看一下那是哪一天的行程 我們很狂 我們第一天到的就是 就是剛剛有看嘛 這裡 這些都是第二天的行程 然後第三天 第三天我們去 黑風洞 這要給大家看這個 很猛 很累 我們去運動了 啊 這照片歪掉了 好啦我就不巧了 這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 我看的是正的 放到OBS它就歪了 大家 可以微微歪著頭 好不好 這邊主要是拍那個大佛 跟後面有沒有那個彩色的樓梯 總共 總共好像216層吧 忘了 這Google都是Google的道 黑風洞 超長的樓梯 而且 它 不僅是長 它在 剛開始的地 我覺得它設計真的 很有問題 剛開始的 第100階層 就是前100階層 很陡 就是它的樓梯 是那種 很 很短的 然後又很長的 這種其實就是很不好走 當然你的腳是可以完全踩到 可是就是 就剛好 差不多就是剛好你腳踩到 不會說留很多的縫隙 它後100階才是就是 樓梯比較寬 那你就可以踩 可能就是一隻腳半 或是兩隻腳踩在那個上面 就是前後啊 前後腳這樣踩都還沒問題 它前面的樓梯就比較抖 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 我們就去 第幾天 第三天 就去爬這個 超狂 哇爬山 可是 上面 很漂亮 上面真的很漂亮 上面 根本就是什麼 我來找給大家 好不好 哇 上面是 為之正經 是值得去的 這真的是值得去 而且 你說兩百 兩百多階樓梯 聽這樣子感覺很長 可是你想想看 其實差不多是爬十層樓而已 一層樓通常 不也是差不多 二十六階嗎 都是兩 兩 兩層的嘛 對不對 所以就差不多爬個十層樓啦 還行還行 那個都好像都是印度教的 對 都是印度教的 對 都是印度教的 有沒有爬上去 黑風洞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上 上看那個照片 很狂 這個不是 不是 中乳石啊 但是就是它那些 風吹吧 還是什麼 所以讓它的那個 景觀 上面的景觀 是很漂亮的 簡單來說就像是什麼 就像是ARK的洞穴 有沒有 ARK不是蠻多洞穴 是那個 我們掉下去 然後看到那個 哇 很漂亮 一模一樣啊 感覺 就要有恐龍出現啦 真的 超超狂啊 對啊 那個光 這整個 超級超級漂亮 這應該要拍環景啦 對 我們有些人有拍 看他們之後有沒有出影片 或是你們自己Google 可以看看 真的很厲害 是 我覺得完全值得 就是爬上去看一些 因為這種 這個景觀 是 就是天然的鬼斧神功 你平常 不太能夠有機會可以看到這種東西 就很厲害 有人說是石灰岩洞穴 對啊 然後那邊 蠻多印度教的 他們 印度教很特別 他們 很多都是打赤腳 就是 就是 裸著雙腳 然後爬上去 然後去 去參訪 對 因為它這個上面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佛 很狂 很狂 很想說 哇 打赤腳都可以上來 我們怎麼可以輸呢 對不對 然後我有一張是從 從底下往上拍的 給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我們爬上去就 休息了好一陣子啊 因為真的還蠻累的 嘿 喬正喬正 這是從這個 這樣直直的往上 因為上面 上面就像我說的 它上面就是有幾個洞 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 陽光這樣灑進來 然後就覺得 好猛喔 好酷喔 對不對 它另一邊還有一些 一些草啊 然後那邊還有猴子 在那邊往上爬 也是爬這種絕壁 我就覺得 因為猴子也太厲害了 但是這個場景 我跟你講真的是 ARK 好不好 ARK 很美 真的很美 只對一去啊 真的是 只對一去 雖然爬很累 我爬的都是 狂流汗 對啊 啊下樓梯就比較 比較快 比較還好 只是 像我說的 它下面的部分 比較陡 所以最後的部分 就是要 慢慢走 或者是你扶著 免得有沒有 一腳 踩空 就 滾下去 很可怕 對啊 那邊猴子跟鴿子 超級多 超多鴿子 滿滿的鴿子 很多人在那邊餵歌啦 很好笑 黑風洞 哇 爬完那個腳 腳都酸到爆炸 但是很有趣很有趣 然後 那天下午我們是去哪裡啊 逛 逛巴森是不是 就四處的 四處的逛逛 對 對 我們好像是逛那個 喔 磁場街 就類似 類似 夜市的一些Fu啦 然後我也是 吃一些東西 不過這就還好 沒有特別需要拍 對 阿忘了這是在哪裡拍的 有一個很好笑 有人穿錯襪子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欸 你看 有沒有 襪子 襪子 穿錯 然後他還一直在那邊嘴說什麼 他們也穿錯 我們有 雪亮的眼睛 好嗎 非常的明顯 這穿錯襪子 好不好 M.O.C.O.什麼的 欸 穿錯襪子 太明顯了 呵 一個藍一個紅 呵 莫名其妙 呵呵 這好像是逛那個啦 黃宮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逛黃宮要脫 脫鞋 忘記了 對 反正就是看到他 怎麼兩腳顏色不同 超87 嗯 原本設計這樣 喔是好 喔是好 穿錯襪子 就要老實說 好不好 流行 嗯 你們儘管流行 呵呵 鴛鴦哇 超87的 對啊很好笑 然後 再看一下我們照片到哪了 再來 再來喔晚上啦 晚上我們去吃那個 吃他們 馬來西亞 也很有名的 其實這個 各地都有 然後是 馬來西亞風味的肉骨茶 肉骨茶 台灣也很多嘛 可是台灣的肉骨茶 其實我覺得每個夜市吃起來的風味也都不太 都有各自的風味啦 然後這個是屬於馬來西亞比較華人餐廳的肉骨茶 上面啊 主要是上面 因為下面這個很好吃 離我比較近 上面這邊有沒有那個菜的那個 那個就是他的那個肉骨茶 然後下面的話是 把他的那個 排骨 再拿去跟那個醬料調配 喔這餐 這餐是我們 好像第三天吃的 可是我們吃的最 最愉快的一餐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最 最有我們風味的 你知道嗎 因為前面的都是馬來西亞風味 也不是說 吃的不習慣 就是那種味道是不太一樣的 尤其是他們的飯 馬來西亞的飯 大部分是用印度米 就是比較 他們米比較長 然後很粒粒分明 吃起來就會變得比較 那種顆粒感很十足 比較硬 硬一點點嗎 算是這樣說嗎 香港的 吃的米 不知道是什麼米 但是香港蠻類似的 我們去年從香港 也是一樣 就是吃到飯都是這種 然後我回台灣 吃便當 我就覺得那個飯 我就可以吃一整晚 我吃飯就可以了